可别小看小朋友哦 小朋友潜力无穷 只要给他们学习独立的机会 他们的表现呢 恐怕让很多的大人都会给他们竖起大拇指 来看看这位呢 才国小二年级的谢生林 他担任慈祭静思书轩的小志工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在做志工服务的时候 他学习到谦虚和独立 那么他的表现呢 也让他成了书轩的种子小教官 很多的大人看到他都自叹不如呢 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抽屉 找学习要补货的物品 今年八岁的谢生林 是第二次来到这个书轩服务 虽然对这个新的服务环境不熟悉 不过小小年纪的他 却坚持要靠自己的力量 来完成每件事 不能什么事都问 如果什么事都问的话 因为志工就是要自己做 不是一直问 因为他的年纪他怎么会漂白 我心想白对身体不好 对身体不好 我们把饭来洗一洗 谢生林担任慈激进私书轩的小志工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可爱的模样有礼貌 再加上介绍起书轩的产品 丝毫不逊色 这样的表现让许多客人称赞不已 而目前担任书轩小种子的他 最大的期盼 就是希望能号召各多小朋友 来参加志工服务的行列 其实这么小就当这个志工 我觉得可以让他跟其他的小朋友 其实他的差距很大的 他的体验一定跟其他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会让人家羡慕说 他会有这个机缘 赤识之心那种你骗的那个很纯的 然后讲的都很真实 很踏实 然后而且让人家那个听得很欢喜 然后你说要这个对不对 无骨的还有什么 收于年纪的限制 先生您能做的事情有限 不过那颗热忱服务的心 还有不怕困难 努力学习的精神 却已经超越一切 让人肯定 带新闻江玉皮李明华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